妈妈 姐姐要帮我剪头发咯 姐姐有专业的 真的就是一整个的大发 这是妈妈的 以前她都是妈妈帮她剪 最后你是听到 那个礼法的那个 开启的那声音 我就会想起 我就会想到妈妈 冠河和姐姐 从小跟妈妈外婆相依为命 去年妈妈过世 姐姐一天挑起照顾弟弟的责任 因为他太临时地走 所以有些东西在哪我也找不到 然后又太多了 然后就也不知道从何着手 所以我就开始先看文章 然后去了解这种小孩 然后慢慢去看 甚至去看一下 从妈妈的LINE的讯息里面 看他怎么跟会长 并有他们的对谈 对啊 就是从这里慢慢去了解 因为罹患全台只有180多例的威廉私事症 冠河虽然已经成年 心智仍停留在国小高年级 过去这个家有妈妈顶着 现在姐姐只能从妈妈留下的笔记中里 寻找支撑的方法 真正就是去了解之后就发现说 他带弟弟去喊病参加这些活动 然后并不单单只是说 我带他去唱歌 不是只是唱歌这么一件事情 这个后面很有很多的意义在 因此姐姐无怨无悔 甚至自责自己做得不够 对不起 我觉得我的对不起里面 其实是很多的谢谢 这是非常非常多的谢谢 最后会集成就是一句对不起 因为我觉得我爸妈分担的不够 才让他这么累 本该是撒娇的女儿 却满是道歉与感谢 或许这也正是妈妈留下的可贵教养 来我看看 你看你又滴了全部都是了 好 好 好 可以 那我等待着上班了 好 从台中北屯到工业区上班 冠河得转两班车 通勤一个半小时 我冠河你来 等会我为那一天先来打 要把门都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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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毕业后 妈妈先陪着冠河学搭车 就是希望他能自力更生 他来公司已经救了很多 他很乐爱工作 因为他说高性能工作 是最快乐的事情 所以说我就说 那就到我们公司来 我们就帮你两人订做你的工作 让你可以做你的自己 工厂老板其实就是舅舅 但冠河没有因此偷懒 兢兢业业 从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大家好 我叫 我是林冠河 我从小就得了 罕见疾病 威廉失事症 第七对蓝色体 造成全身血管下载 我是个单亲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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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小到大都是妈妈 抚养我 照顾我 她 都会带我去 罕见疾病 基金会的合唱团唱歌 妈妈是个画画老师 她都很有耐心地教导我 还有其他学生 画画 不过去年 她因为得了乳癌 离开了我 和姐姐外活 这对我们来说 是个非常大的打击 从小都是妈妈照顾我 现在换姐姐照顾我 我热爱唱歌 棒球 画画 我读的国中是北新国中 高中是台中特殊教育学校 我在舅舅的公司上班 已经六年了 在公司跟同事相处 非常好 也谢谢舅舅给我 机会让我在公司效力工作 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 做自己是最快乐的事了 谢谢大家